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韩国一个YouTube频道制作的 《为什么中国人逐渐消失在新生代韩国团体中了》的影片 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所以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频道引用了中国媒体1月份报道的新闻后表示 内容非常中肯,但是少了一个原因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媒体报道的内容 应该有不少小伙伴有所耳闻 信函令似乎开始松动了 越来越多的影视平台开始购买韩剧版权 越来越多的韩国艺人也开始在国内的社群平台上 开始创建官方账号和粉丝们交流了 但是不难发现新生代的韩国团体中 中国成员的数量却越来越少 反而日本成员泰国成员的数量越来越多 其实在团体中安排中国届成员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 毕竟中国人的购买力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 例如SM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就很高 所以更偏向于在团体中加入中国人 不仅专门组了Super Junior M小分队 在EXO出道后更是直接把大队一分为二 让K和M两个分队分别在中韩两个国家活动 回想EXO刚出道的热度 以及在巅峰期额额额达到的高度 真的是KPOP独一分的 即使在现韩令出台后 SM也没有放弃中国市场这块肥肉 在NCT的团体中 专门安排了分队VSMV在国内活动 但是遗憾的是 VSMV的热度并没有当年EXOM热度那么高 如今依照国内五代的计算方法 目前比较有名气的新生代团体中 中国人的含量越来越熟了 尤其是2022年一整年 都没有中国人在韩国有名的经济公司里出道 为什么现在韩国娱乐公司更偏爱 日本和泰国的练习生 而不再用中国成员打开中国市场 不得不说 虽然韩国各大娱乐公司早就对闯美这件事虎视眈眈 也不是没有做过尝试 韩国团体在欧美的知名度整体都有所上升 越来越多的欧美人也开始关注韩国团体 这点从欧美因缘榜单中可见一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韩国论坛这样的声音好像开始变多了起来 反正中国人迟早都要回国的 为什么要组成一个不完整的团体呢 中国人没有签约精神 放眼整个韩流时 合约到期与公司和平分手的中国成员 好像手之右手 许多中国人在韩国出道时 都抱着回国后发展会更好的想法出道 向公司提出解约 甚至和公司闹上法庭 每一个前程之间都让其他中国练习生的出道 都变得更加艰难 公司不得不把爱豆可能违约的情形考虑在内 曾经承办韩流的帝王Exo 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 虽然儿童这首歌很火 但是明显Exo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可惜自己人先坑了自己人一波 中国成员的不够而离 还让Exo迅速陷入了人员变动的动荡之中 更加雪伤加霜的是 不仅是一个人宣布退队 而是三个中国人一次宣布退队 这对于Exo来说真的是不小的打击 尽管后来Exo也有像勒布小这样的名曲 但人气却很难更进一步了 不得不说 韩国娱乐圈的薪水还是远低于内域的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人都是趋利性的 也不是不能理解违约回国赚钱成员们的想法 三 没有中国人中国市场也会买单 中国成员对于组合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打开中国市场 而现在的韩云在中国市场 已经有了一批固定受众 国籍对于喜爱度的加强作用 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在很多鲜艺偶像团体中 中国界成员在中国地区不是人气最高的 因此中国成员出道的可能性又降低了 这个频道在叙述了中国媒体的报道后表示 第四项应该是政治因素 虽然会有支持与反对的立场 但基本上在韩国 政治与娱乐是分开的 大家都不会刻意去提他 但频道主表示 在中国并不是那样 假如今天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 韩团中国成员不发表支持中国的贴文 就会被中国网友们出证 如果发表支持中国的贴文 韩国网友们就会对他们有反感 所以很多公司都不想要背负这样的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之所以不挑选中国成员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归结为信任问题 容易违反合约 由于政治原因 中国市场本身缺乏一致性 与当地业务伙伴的合作也缺乏信任 再怎么说中国市场大 实际上看数据的话 在美国之后 日本是世界最大的音乐市场 而现在欧洲那边的银银额也逐渐上升 比起随时能被禁止的中国 全力以赴欧美日市场比较安全 最近几年 中国粉丝们都会团购几十万张的专辑 疫情期间 韩国爱德文没有很多活动的时候 都是中国的团体养活了他们 虽然不能在中国公演 但仍然卖很多专辑 所以无法放弃中国市场 从以前开始 中国成员们的实力也好 颜值也好 都比日本孩子们好 但就是中国市场太大 他们无法不被金钱给诱惑 不过这个新闻 真的是抓住了关键点 让我最惊讶的是 竟然不是中国成员 在中国最有人气 看Seventeen的中国成员 姚家爱德的中国成员的话 那么成功了也不会背叛 就因为那些前列 给有爱德梦的孩子们 造成了困扰 所以对中国人逐渐消失在 新生代韩国团体这个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支队很维巧 a 它 那 船